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增值税的一些其他的核算 那首先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应交增值税到期末的时候呢 有可能是需要和未交增值税科目的进行一个结转 那我们画一个梯子科目帮助大家呢 简单理解一下这个问题 它其实只是一个流程性的问题 所以简要理解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有两个明系科目 一个呢是应交税费下设置一个应交增值税二级明系 一个呢是应交税费那未交增值税 那主要是在期末做这样一个结转的流程 那比方说我们本期呢有相向税额是十万元 然后呢本期有进向税额呢是八万元 那本期如果我们还没有向税务局去交税的话 那我会有两万元的这样一个带方的预论 那这带方的预论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我本期其实还有没有向税务局去缴纳的这样一个税费 那我们要求呢是要把这个两万元 从应交增值税当中呢给它转出来 也就是会用到这个转出未交增值税的明系 所以在借方呢在借级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用转出未交增值税三级明系科目的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应交增值税科目就平了 然后呢把它转到未交增值税的一个代方 所以未交增值税的代方呢 它反映的是我本期有没有去交纳的一个税费 会接转到我们下一期呢进行交纳是这样一个性质 那接下去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我本期呢肖像还是十万元 然后我的镜像呢是八万元 那有可能本期我已经向税务局呢去交税了 比方说我交了五万元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呢 有三万元的一个借方的数字 那这三万元借方数字呢 在我现在举例的情况下呢 它其实是我们本期多交的一个税费 那我们也是需要把这个多交的税费呢 给它进行转出 所以会用到一个转出多交增值税的三级名系 然后呢把它转入到我们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的一个借方 所以未交增值税借方呢 反映的是我们多交的一个增值税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可能我们肖像税额呢是十万元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镜像税额是十三万 也就是本期啊我采购的非常多 所以镜像税额呢比较大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也会产生三万元的一个借方数 那这个三万元借方数呢 是我们还没有去抵扣的一个增值税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进行截转 把它放在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一个借方 那这个三万元它代表的含义就是 没有去抵扣完的一个增值税 可以留到下一期呢进行继续的抵扣 所以我们期末呢有这样一个截转的流程 大家简要理解就可以了 那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缴纳增值税的话 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理 那首先呢就是 如果是当月去交当月的增值税 那我们会用到的一个明细科目呢 是三级明细科目 用的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以交税金 那如果我交纳的 不是当期产生的一个纳税义务 是以前期间没有交的一个增值税 比方说就像我们一开始 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 肖像税额呢是十万元 那倾向税额呢是八万元 这是二月二十八号 对吧 然后呢我们产生一个 两万元的贷方余额 然后呢从我们 借方转出未交增值税 那转到未交增值税的一个贷方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两万元 最终会体现在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当中 所以呢我们 比方说在三月份 我去交两月份的 没有交的增值税呢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科目 应该做的是借级 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贷方的贷级 银行存款 所以是当月交当月的税 用已交税金 三级明细科目 如果是当月交以前期间的一个税费 用的是未交增值税的二级明细科目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交纳增值税的时候 有一些企业呢 它可能会有一个预交增值税的要求 那主要是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 因为我们知道房地产开发企业 很多时候它都是卖七房的 这房子的还没造起来呢 已经跟你进行宣传了 说我们这个地段非常的好 然后呢周边会通地铁 然后呢还有学区 所以呢它可以先把这个 未来要造的这个房产呢 出售给你 那这个时候它已经拿到现金了 那从我们税法的角度 虽然呢你房子还没造好 但是它有了现前 它已经产生了一个纳税的能力 所以呢我们可以要求它进行预交 所以它就会有这样一个环节 那在预交的时候呢 我们贷方应该是用银行存款的 去进行这个增值税的一个交纳 然后借方呢要反映一个应交税费 用到一个二级明细 就叫做预交增值税 那这个预交增值税呢 在月末的时候啊 也是需要进行截转的 和什么进行截转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未交增值税 也就是应交和未交要截转 预交和未交呢也要截转 它期末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个截转的流程 所以它需要把它截转到 未交增值税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教材当中的一道立体 那这道立体呢 往年的时候啊 我基本上不太去讲这道立体 那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呢 有一点小的瑕疵 那因为一方面大家还没有学到收入啊 那可能会对我们收入章节的学习能有一个不太好的 这样一个潜在的印象 那今年的教材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个修订啊 修完之后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主要就是我们在收入章节当中 会用到一个负债类的科目 叫做合同负债 那合同负债的前身是什么呢 前身大家比较好理解 前身呢是预收账款 也就是我们会有奢小业务啊 是我先把产品给你 但是我们收到现金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个应收账款 那还有一个就是反过来 我先问你收了一笔定金 我还没有向你去提供商品或者是提供网务 那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个预收的这样一个账款 它其实是一个负债 那按照我们新收入准则 适用收入准则的这样的一个预收款项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合同负债 那这个合同负债呢 未来是要变成什么 是要变成这个企业当中的一个收入的 那我们知道如果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这收入当中还不含税呢 它是不含税的 因此这个合同负债 它也应该是不含增值税的一个金额 那老年呢它里面有一个小错误 就是这个合同负债 它里面包含了增值税 所以比较麻烦 那今年呢它把它改对了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它说某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那在17年的5月份 预售房地产项目呢 收取的总价款是1410万元 是不含增值税的 那这个项目呢 预计是在18年9月份交房 企业呢按照3%的一个预征率啊 在不动产所在地呢 有一个预缴税款的动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前半段 前半段呢 它讲的是我们第一个房地产的一个项目 那它首先是收到了1410万元 这个金额呢 应该反映在银行存款当中 然后代方呢 它其实不能够直接确认收入 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交房 所以这个企业 它没有履行 它的一个预议务 是不能够确认收入的 它是欠着客户一个负债 那这个负债 按照我们现行的收入的准则 它应该确认为合同负债 那再说一遍 合同负债呢 是不含税的 所以第一个呢 没问题 因为它本身 这个1410万元当中 它是不含增值税的一个金额 那接下去 它就需要按照 预征率的3% 也就是1410万元的3%呢 去进行预缴 那预缴的时候呢 它就要做这样一个账务处理 借方呢 借机应交税费 预缴增值税 然后代方呢代机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好 接下去呢 它后面办一段 它讲的是另外一个房地产项目啊 那当月这个企业呢 向购房者去交付了 其认购的另一个房地产项目 那交房项目的总价款呢 是2265万元 那其中肖像税额呢 是165万元 已经预缴了113万2500万元 那这个购房者呢 是在16年7月份预交了房款 且这个企业呢 是预缴了增值税 那不考虑除了增值税以外的 其他相关税费 所以另外一个项目呢 它其实在16年的时候 它就卖7房 对吧 而且呢 当时它已经把房款呢 都给它收上来了 那收到房款当中呢 还包含了一个增值税额 那现在呢 它是向这个购房者 去交付这样一个房产 也就是说 它其实履行的 5月1号是可以确认收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另外一个房地产项目的一个处理 那首先呢 它当初啊 是收了 这个2265万元 借房呢 也是借机银行存款 那同样的 在这2265万元当中 不含税的一个部分 在当初预售的时间点 也就是我们这道题当中提到的 是16年的7月份 这个时候还没有交房 所以它要认什么 认是欠我们这个购房者的一个房子 所以它认一个合同负债 那接下来呢 它那个时候 纳税义务还没有产生 那纳税义务没有产生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二级离系 叫做贷转肖项税额 就是它暂时性的 还不是肖项税额 那未来纳税义务产生之后呢 会变成真正的一个肖项税额 所以它当初的是认了 165万元的一个贷转肖项税额 那同时呢 又向这个税务局去预缴了 这个增值税 所以它做了一个借机 应交税费 接下来它在交付的时候 怎么做呢 那交付的时候 首先呢 你的合同负债 要转成主营业务收入 因为你已经履行了 你的履业义务 你欠我们购房者的一个负债呢 清偿了 它变成了你的主营业务收入 那接下去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 贷转肖项税额当中呢 给它转到我们真正的一个 肖项税额当中就可以了 那另外大家看到 它是需要把这个 未交增值税和预交增值税呢 做一个节转 也就是预交的 要转到未交当中去 那其实在实物当中 它应该是 像我们前面理论部分一样 它应该是在月末做节转 我们教材里提呢 它没有去考虑 这个月末节转的问题 它说是在实际交付时 做了这样一笔节转的分路 那这个呢 也是作为适当的了解的 其实就行 那接下去还有一个 有关增值税的考点 是关于我们增值税啊 它会有一个税控系统 它有一个专用的设备 那这个设备呢 在初次购买的时候 以及后续进行技术维护的时候 要支付一个支出 那这个支出呢 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 它是你免许你进行抵减的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那一个呢 就是我们初次 买入这个增值税税控系统的时候 我们应该按照 我们实际支付的价款呢 来进行入账 所以这边呢 它不分什么净项税额 不净项税额的 它是按照实际支付的总价款 来进入账 借方的借机固定资产 那代方呢 比方说用银行存款进行支付 那接下来 按照我们的现行政策规定 那你支付的这个价款 它后续是允许你进行全额抵减 那抵减的时候呢 我们在借方去减少你的负债 所以应该是借机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那需要注意 这边不是净项税额 因为它不是一个净项税额抵扣的问题 它是允许你进行减免税款的问题 所以这边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三级明细 叫做减免税款 那接下来 代方呢 我们去充减企业当中的一个管理费用呢 就可以了 这是初次购买的时候 那后续呢 还可能会发生一个技术维护费 那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是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 在借方呢 反映是企业当中的一个管理费用的增加 那代方呢 应该是流出银行充款 那后续允许你进行全额抵减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借方呢 去减少你的负借 借击应交税费 用的是减免税款 这样一个三级明细科目 然后代方同样的去充减企业当中的一个管理费用 就是你节约了这样一个税款 它其实会导致你企业利润的一个增加 那体现为什么呢 体现为我们节约的管理费用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接下来 我们对于减免增值税 还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处理 如果是当期直接减免的话 我们用到的明细科目呢 仍然是这个 就是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减免税款 然后代方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实项 我们应该是把它反映成是企业当中的一个收益 那这边呢 会用到一个损益类的跨级科目 叫做其他收益 那大家呢 可能是第一次见 首先它属于损益大类 并且呢 它是一个好处啊 所以收益结位 然后呢 它又是一个兜底项目啊 所以呢 是属于叫其他收益 那后续这个其他收益 在哪里用的比较多呢 一个是政府补助章节 那以听名字啊 我们获得来自于政府的补助 可能有一个好处吧 所以呢 但凡是和日常活动相关的 用的是总额法的 我们就会用到其他收益科目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债务重组的章节 那大家也会用到这样一个其他收益啊 这边呢 只是我们第一次见 也就是如果税务局给你减免的税款 那对我们企业来说 肯定是一个好处啊 这个好处呢 就应该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收益当中 那还有一个就是和我们政府补助结合的 说是如果按照规定啊 有一个急增急退的增值税 它是属于我们政府补助当中的一个税收返还 那我们也是把它记录到其他收益的科目当中 那如果写会计分路的话 你收到了这一笔返还的税款 那我们就写银行存款呗 如果你暂时性的还没有收到啊 只是你已经知道你有权利收取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其他应收款 那代方呢 就代记其他收益 那这个内容呢 本身就属于政府补助的一个内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把我们教材当中有关一般纳税人 它的一个会计核算 基本上都给大家讲到位了 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科目表 那首先应交增值税下 我们讲过以下几个事项 那前面五个前面说过是借账金额 我们再来理解一下 那镜像税额是在我们采购的过程当中进行抵扣的 那它当然应该是在借账 那镜像税额呢 我们前面是在差额征税的部分进行介绍的 那有一些服务行业 它现在呢 按照我们增值税的一个计税规则 它没有办法获得我们镜像税额的一个抵扣凭证 那允许它进行肖像税额抵减 那抵减肖像税额就和肖像税反方向在借账 那接下去还有一个叫做以交税金 那是我们当月去交当月的一个产生的纳税义务 那用的是以交税金的三级名系 那因为你是交纳税款啊 所以是负债减少在借账 那接下去还有一个和未交增值税二级名系经济转的 有一个叫做转出未交增值税简单了解 那另外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可能会有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的规定 那我们可以用到一个三级名系 叫做减免税款 那因为是税款减免 所以它也是负债的减少在借账 那接下去四个名系科目呢 是在贷方的 第一个很熟悉 销效税额也就是企业发生了一个销售的行为 或者是适同销售行为 我们都要去确认这样一个贷方的销效税额 那接下去有一个业务呢叫做出口退税 我们教材当中呢没有太多的一个设计 它只是提到有这样一个科目啊 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 这个出口退税啊 为啥是在贷方 因为感觉呢 这个出口退税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它是在贷方的 贷方好像是负债增加 那主要是因为大家还可能没有特别深入的去学过税法 如果你学过税法之后呢 你会知道 这个出口退税 它退的不是销向税 它退的是净向税额 那因此呢是和净向税反方向 我们应该是反映在贷方的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讲过一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你前期呢 已经抵扣了净向税 但后续呢 发现它发生了一个非正常损失 或者是发生一个用途的改变 那我们净向税额不能抵了 我们是需要对净向税额进行转出 那转出净向税额 就和净向税额反方向在贷方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转出多交增值税 对吧 它是和未交增值税的进行 这个节转处理的 那未交增值税呢 我们知道期末要走一个 节转的流程 一个呢是和应交增值税进行节转 一个呢可能和预交增值税进行节转 那未交增值税还可以用来核算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交的是以前期间的一个税费 那我们用的就是未交增值税科目 那预交增值税呢 我们前面也讲到过一道例题 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有一个预征的要求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在预征的时候 交这个预交税费 它应该是一个借房数 然后节转的时候呢 从贷方转出 那另外就是我们要去进行 进行税额抵扣啊 我们必须是平票抵扣 并且呢这个合法凭证 是要经过税务局认证的 那如果这个凭证 没有经过税务局认证 那我们是先把它放在 贷认证进行税额当中 等到它经过认证之后呢 再把它转进行税额就可以了 那反过来还有一个 叫做代转销项税务 它指的是 可能我这笔款项呢 已经收到了 比方说我们前面 在预售这个房产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 从我们的购房者手里 既收到了未来的收入 也收到了未来的一个销项税额 但这个时候呢 可能按照我们税务局 税法的一个规定 它还没有产生纳税义务 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在 代转销项税额当中 那等到它纳税义务 真正产生了 我们再把代转销项税额呢 给它转销项税额就可以了 那除此以外 大家需要注意 我们对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 它也是可以采用 简易计税方法的 那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呢 它就会设置一个二级明细 就叫做简易计税 那我们就去用用这个简易税呢 去核算简易计税方法下的一些 增值税的相关的内容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教材当中没有收入啊 但是呢 我觉得是可以补充给大家的 因为我们连续有两年的考试 都用到过这个明细科目 就是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 那主要就是 可以结合我们金融工具当中 买卖一些这个股票 去进行考察 那么对于这个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呢 其实初级指程当中 反而是有这样一个内容的啊 但是我们CP教材当中呢 他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比较基础啊 所以他没有去进行介绍 但是他考试呢 什么都能考 那这个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 它怎么算呢 它是用最终的一个售价 减去你的净价 就是你最初那个买价啊 不考虑我们中间 怎么样按供应价值进行调整 这个不考虑 从我们税吧眼里 就是你当初买进来 花的钱和你最终销售的时候 它的一个差价 然后呢 按照这个金额 去乘以适用的税率就可以了 那按照我们过往两年的考题 他甚至没有要求你 做一个价税分离 按照我们初级指程教材呢 比较严谨一些 他还说这个金额里面 本身是含税的 还让你做了一个价税分离 但是按照我们 以前两年公布的一个答案来看 我们CP考试呢 要求没有那么高 它只是让你用售价和净价做差 然后去乘税率 那算出这个税额就可以了 而只是我们是需要反映 这样一个纳税义务 就是做代价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 有这样一个处理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纳税人的合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规模纳税人 那小规模纳税人呢 他就不能够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他只能够采用解义计税方法 那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呢 即使他当初采购的时候 是从一般纳税人手里 买了这个采购的物资 比方说原材料 然后取得了合法凭证 因为他本身啊 采用的是解义计税方法 所以呢 即使他有合法凭证 他也是不能够进行抵扣的 因此我们应该直接把 他采购过程当中 所支付的增值税额呢 给他寄在我们相关的成本和费用当中 也就是他不能够抵扣 那另外呢 就是他在销售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用他的一个 不含税的销售额 然后呢 去乘一个征收率啊 征收率比较常见的 比方说5%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到 他的一个应纳税额 所以你看他的计算公式当中 本身就没有什么销向税 且进行税 销向税和进行税 它都是我们一般纳税人啊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才有的这样一个概念 而小规模纳税人 他比较简单 他没有那个抵扣 那么复杂的一个流程 他直接用一个 不含税的销售额 去乘以一个题目 给你的征收率 其实就可以了 那这个不含税的销售额 它可以从含税销售额当中呢 去进行一个简单换算啊 就是除以一下 一加征收率就行 那么另外就是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 大家需要把握一点 他没有什么 要复杂的三纪明细科目 比方说 你们看到的什么 进行税啊 销向税 这是一般纳税人的会计科目 这个简易计税 也是一般纳税人的会计科目 大家看到没有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 他采用的是简易计税方法 他根本不需要那些复杂科目的 他只要有一个二纪明细 应交增值税就可以 所以呢 应交增值税下 千万不能括号写 销向税人 他没有这样一个明细科目 那另外就是 他及时采用简易计税 他直接用的会计科目呢 就是应交增值税 他不用简易计税的明细科目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他说某个工业生产企业 核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那本期购入原材料 按照增值税中央发票上 记载的原材料的价款 是一百万元 支付的增值税的税额呢 是十三万元 那企业开出成对的商业汇票 材料呢 已经到达 并且验收入库 那材料呢 是按照实际成本来进行核算的 另外呢 这个企业本期销售产品 销售价格的总额呢 是九十万元 那这个九十万元呢 是一个含税价 并且告诉你 它是符合收入券条件 款项呢 没有收到 那适用的征收率呢 是百分之三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处理 那一笔是采购 一笔是销售 我们先来看一下采购 采购的话呢 我们介绑写原材料 那虽然他这边 拿到了一个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 因为他的性质是小规模 那是他只能够采用解议税 即使他有专票 他也是不能够抵扣的 那不能够抵扣的结果 就是增值税的呢 应该是进入到 我们材料的成本当中 所以这边呢 那这个金额是含 我们增值税的一个金额 那拜访 因为他开注的是商业成队会票 所以呢 我们就代计应付票据呢 就可以 那再来看他的一个销售业务 那销售业务呢 因为款项没有收到 所以借方呢 我们确认应收账款 金额呢 应该是可以收取的总价款 也就是90万元 那拜访我们要反映主营业务收入 那这个主营业务收入呢 应该是不含税价 那怎么去求他的不含税价呢 就是用含税的90万 然后做价税分离 做价税分离呢 就是除以一加税率 或者是除以一加征收率 那这边呢 我们应该是除以一加3% 就可以换算得到 是873786 那接下来去剩余的部分呢 就是你的一个增值税的税额 那我们应该反映在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二二级明细 到此为止 后续不能够跟 括号销售税额 因为括号销售税额呢 是一般纳税人的跨几科目 这就是我们增值税 在我们教材当中的一个全部内容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消费税的问题 那消费税呢 我们主要讨论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呢 这个消费税 可能在我们企业 这个直接销售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这样一个纳税的义务 那消费税呢 和增值税不一样 它是属于我们生产 经营活动当中 应该缴纳的一种税费 因此大家会发现 我们大部分的税费呢 它其实都是会去影响损益的 那我们就会用到一个专门核算税费的 所以一类科目 就叫做税金及附加 那税金及附加呢 它是属于费用类的 所以呢 它其实会影响到营业利润 然后会影响到利润总额 也会影响到几利润 那另外代方呢 我们要反映一个负债的产生 代即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业务类型 那接下去就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税消费品 在我们企业的内部进行领用 比方说 我去造一个固定资产 在造的时候呢 我就用到了这个应税消费品 也就是我们下面第二条列的 用于再建工程的一个建造 那我们代方呢 也是要代即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因为呢 如果你去领用这样一个应税消费品 你后续呢 就没有这样一个销售的环节了 但毕竟这个产品你生产出来了 并且使用了 它其实触发了 我们消费税的一个时通销售问题 所以它也是要求你去交这个消费税了 那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纳税义务 代方代即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借方寄到哪里呢 因为我是领用在这个再建工程的建造上 所以呢 我就应该把它寄入到资产的成本当中 比方说借方可以写再建工程等等 那消费税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可以去和这个存货 它的一个委托加工进行结合 那这边我们主要讨论 如果你委托加工呢 是一个应税消费品的话 那这个消费税 它到底能不能寄在我们资产的成本当中呢 那它主要是这样一个行为啊 就是假公司是委托方 然后呢 乙公司呢 是受托方 那假公司呢 把这个原料发给乙公司 然后呢 乙公司进行受托加工啊 最终呢 要把这个加工完的一个产品呢 给假公司啊 所以是在乙公司呢 这边有一个出厂的环节 那一旦出厂了之后呢 其实按照我们税法的规定啊 这个乙公司呢 它就有责任去向税务局呢 去交这个消费税 但是呢 这个消费税 它其实应该是假公司来进承担的 因为它是假公司的一个存货 所以我们说乙公司呢 它会有一个带收 带缴的这样一个义务 那它就需要向假公司去收这笔消费税 那因此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假公司 它支付给乙公司这笔消费税 它到底能不能进入到我们假公司 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大家来看一下 主要是分两条线走 那第一条线呢 就是如果这个假公司啊 把这个委托加工的产品收回之后 直接对外进行销售 然后也不是加加卖啊 就直接对外销售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消费税呢 就寄到我们存货的成本当中 就是可以进入到委托加工物资的一个成本 那因为它后续呢 没有消费税的一个缴纳环节 那消费税呢 它本身是一个加贷税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进入到资产的成本当中 那接下去还有种情况比较特殊 就是假公司收回之后 它还要再连续进行生产 并且生产的还是应税消费品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假公司后续 还要再去交一次消费税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主要是为了避免 它前期支付给乙公司的笔消费税呢 发生一个重复征税 所以他说 这笔支付给乙公司的消费税呢 它是可以进行抵扣处理的 那具体的抵扣方式呢 也是借在我们负债类科目的一个界障 那就会抵解未来要交的一个消费税额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 我们这个消费税呢 是不进入到我们存货的一个成本当中的 那具体呢 我们可以通过立体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说明 大家来看一下立体器 他说某个企业呢 委托外单位去加工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呢 并非是基因首饰啊 因为基因首饰它的一个纳税环节比较特殊 它是在零售的环节进行消费税的缴纳啊 所以它剔除了比较特殊的基因首饰 他说原材料的价款呢 是20万元 加工费呢 是5万元 由售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呢 是0.5万元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假公司呢 要把这笔消费税交给已 然后已公司呢 向税务局去缴纳 有这样一个代收代缴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去考虑增值税的问题 他说材料呢 已经加工完毕 并且验收入库 加工费呢 尚未支付 那假定这个企业材料呢 是采用实际成本来进行核算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委托方 你把这个委托加工的材料收回之后呢 还要进行深加工啊 还要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所以它后续呢 还会有交纳消费税的一个环节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说 这个消费税额 我们是允许它进行抵扣 大家来看一下具体的账务处理 那第一笔分路呢 就是我们委托方把材料发出 所以是反映原材料减少 那借方呢 记在委托加工物资当中 委托加工物资 也是我们委托方的一个存货科目 所以第一笔分路 其实它不会引起 我们委托方存货的总额发生变化 只是我们存货的类别呢 发生了一个转变而已 那接下去第二笔分路呢 反映的就是加工费 那加工费肯定是要进入到 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当中 那关键就是这个消费税 那么大家看到 因为它收回之后 会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所以呢 它是不计入存货成本的 不计入存货成本的 大家看到它是进行抵扣 怎么抵扣呢 就是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你借一个负债力科目 其实是使得负债减少 就是使得未来要交的消费税 变少的这样一个意思 那代方呢 代即应付账款 五万五千 那接下去 我们最后一步呢 就是把委托加工物资呢 收回之后 给它转入到企业当中 还需要继续加工的一个 原材料的科目当中去 那因为委托加工物资当中 是不含消费税的 所以这个原材料金额呢 也是不含消费税的 那你想想看 比方说这个委托方案 他未来产生了一个纳税义务 我们有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他根据他最终生产的产品 去计算这个消费税的金额 那比方说 他计算出来呢 是两万元 那你看他现在借方呢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 借方的应交税费五千呢 因此未来交税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就这个五千金重复交税 你只需要交还增值的那一部分的消费税额 也就交一半五千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种方式呢 是避免重复征税 那同时呢 他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委托加工物资成本当中呢 是不含消费税的 那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呢 是说这个委托方 他收回加工后的材料呢 就直接用于对外进行销售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处理 那第一步呢 还是我们委托方呢 发出原材料 所以是原材料的减少 然后借方呢 反映委托加工物资的一个增加 那第二个呢 还是我们去支付加工费 以及消费税 那么大家看到 我们支付的加工费也好 消费税也好 他都是寄在委托加工物资的 借方啊 都会寄入到委托加工物资当中 所以他是寄入到资产的成本当中 原因就在于我们这批材料呢 他收回以后 他就直接用于对外销售了 未来他不再进行深加工 那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消费税的一个纳税的环节就结束了 因为消费税和增值税呢 不太一样 他们虽然都是流转税 那增值税呢 他是每流转一次都会产生一次这个纳税义务的 而消费税呢 在我们国家 他首先是一种特别税 也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商品啊 或者是服务 他都会产生这个消费税的一个纳税义务啊 只有非常特殊的几种 我们是需要进行调节的 我们才会对他进行消费税的一个征收 那消费税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是在单一环节当中进行征税的 除了一些极其特别的 比方说我们的卷烟啊 他可能批发环节呢 要加征一次税费 然后一些超好花的小汽车 他是需要在零售环节加征一次税费 那大部分的应税消费品 一生当中其实只交一次税啊 所以对于我们这批原材料呢 他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其实消费税已经全部给他交完了 后续没有消费税的这样一个事项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消费税额呢 寄到他的一个资产成本当中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代方的一个应付账款呢 也是加工费以及消费税五万五千元 那最后一步就是把委托加工物资呢 再转入到企业的存货类的会计科目当中 那具体转什么科目 看一下企业自己的一个特点 那有些企业呢 他喜欢这边还是给他做原材料啊 然后销售的时候呢 就带几原材料也行 那有些企业呢 喜欢转库存商品啊 这个呢 无伤大雅 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那么大家会发现 我们最终转到原材料当中的一个金融呢 他其实就是含消费税的 所以我们这一道教材理题呢 他就非常好的解释了 我们前面给大家整理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论啊 就是我们消费税 适用于委托加工的时候 关键就看一下 他收回之后的一个持有目的 那如果对外销售 即资产成本 那如果是连续加工 那就即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方 不会影响到资产成本 这样把握就可以 那最后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这个消费税啊 还可以在进口应税消费品的时候产生 那这个税费呢 他其实不是交给税务局的 而是交给海关的 然后这笔分路 那大家看一下 因为他是进口一个货物 那通常是一个资产 那当然这是为了取得这个资产 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初 我们在借方呢 应该是记载资产的成本当中 比方说我买了一个 固定资产 我就记住到固定资产成本当中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 比较特别的是代码 大家关注到没有 这边我们没有用 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一开始 在讲应交税费科目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不是所有的税费 他都会通过应交税费科目 来进合算 那有一些这个税费呢 它是会产生纳税义务的 它是你会有机会 牵着税务局 所以才会产生一个 叫应交税费 而如果你是进口货物 你是要把这个消费税 交给海关 交给海关之后呢 你才可以清关 才可以拿到这样一个资产 才可以对这个资产 进行分级入账 所以你是交税在前 取得资产在后 你没啥机会去牵着海关的 所以也是我们代码直接走 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应交税费当中 第二个相对来说 还比较重要的税 就是消费税 那其他剩下一些呢 都是小税种啊 简单了解一下 它的账务处理就可以 那比方说有资源税 那资源税呢 是对我国领域 或者是管辖的一些海域 开发一些应税资源 那要征收的一种税 那它主要是 我们在销售的环节 会产生这样一个纳税的义务 那么大家看到销售呢 是属于我们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所以对于我们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产生的一种税费呢 都是基这个 所一类的会计科目 叫做税金几付加 那代方呢 我们应该是反映 这个应交资源税负债的一个增加 那再来看一个土地增值税 它是我们去有偿转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及地上建筑物 或者是其他的附着物 发生了一个增值收入 收的一种税 那这个土地增值税呢 其实在我们税法当中 核算起来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 但经常会考这个小型的 一个计算分析体 那在我们会计上呢 也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因为你想它和什么有关呢 是和土地使用权有关 而是和地上建筑物有关 我们之前在课程当中 给大家辩析了好久 这个土地生权 它到底属于存货 属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还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这个建筑物也是啊 它到底属于存货 固定资产 还是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这边呢 就要结合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些 资产的处置流程 来进行讨论 那比方说比较常见的有什么呢 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土地使用权 连同地上的建筑物 它可能一并呢 都是在固定资产当中进行核算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处置固定资产的时候呢 走固定资产的一个清理程序 大家看到我们是需要把 我们处置固定资产 发生的一些代价呢 都归集在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代方呢 去代际应交税费 应交土地资质税 那如果在建造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用再建工程来进行核算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是土地使用权 它可以单独计量 并且是自用的 那我们可能把它作为无形资产 来进行核算 那这个时候 我去转让土地使用权 就有机会要交这个土地增值税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走的是一个 无形资产 它的一个处置流程 那大家看到 我们在代方呢 去注销无形资产的原价 在借方呢 去充减无形资产的两个背底科目 其实就是把无形资产的一个账面价值 一充销呢 那借方呢 应该是反映 我出售无形资产 获得的一个全部的价款 然后呢 还要反映 我们产生了一个 应交土地增值税的一个纳税义务 最后这笔分路当中 去倒计差额 差额呢 是和我们无形资产处置有关的 并且是出售转让 那应该寄到资产处置算益当中 并且它有机率呢 是在借方的 那另外还有种比较特殊的 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那房地产开发企业呢 如果它销售作为存货核算的一个房产 那这个时候也会产生一个土地增值税的问题 那你想想看 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去销售房地产 这是它的主要经营行为 所以它是记在我们 核算这个税费的一个损益类的科目 也就是税金及附加当中 它是属于盈业利润的一个范畴 我们代方呢 应该是代计印交税费 印交土地增值税 那然后还有三个税 一个是房产税 一个是土地使用税 一个是车船税 那把它放在一起讲呢 主要是因为它们都属于这个财产税的范畴 也就是有一个思想是对富人征税 因为你有房产 因为你有土地使用权 因为你有车有船 所以呢要进行征税 那它不是说我去转让或者是购买的时候征税 而是针对你拥有这个事项征税 所以它是按期间进行征税的 那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说 它有这个房产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企业当中的一个固定资产 对吧 土地使用权呢 也是我们企业当中 比方说物行资产 那车和船呢 也是我们企业当中的一个固定资产 就是我们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以使用为目的持有的这样一些资产 所以它是我们生产经营必备的 那么这种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以及车船税呢 它就应该记在我们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 税金及附加当中 那代方呢 代计应交税费 再写到允计科目呢 其实就可以了 那然后还有一个印花税 那印花税呢 是对书里领受一些购销合同 一些应税凭证而征收的一个税款 那借方呢 现在还是给它写在税金及附加当中 因为是我们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产生的一个税收的经济率的流出 然后代方强调过 它不通过应交税费来进行核算 它是直接缴纳的 所以代方走银行存款 那另外有城市维护建设税 那城市维护建设税呢 它本身是一种附加税 它是呢 对我们从事工商经营 你已经交纳的这样一个增值税 和消费税的一个税额被依据 在这个基础上呢 去附加征收的一种税 所以呢 它也是我们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产生的一个纳税的义务 导致的经济率流出 那同样给它借方呢 写税金及附加 那代方呢 走一个负债类的科目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一些科目呢 就可以了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 我们后续会给大家介绍的一个 企业所得税 那企业所得税 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一个随移类科目 是专属的 其他用的都是税金及附加 而对于企业所得税呢 我们专门为它设了一个 叫做所得税费用 那并且这个所得税费用呢 它的级别在哪里 就是我们企业当中 它是这样的 一个呢 是企业当中的 核心利润 营业利润 那营业利润当中 就会包含我们之前所说的 税金及附加 所以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缴纳的那些税 如果进入税金及附加的 它都会印象 企业的一个营业利润 那有了营业利润之后呢 我们再去考虑一些 非日常的事项 那有一些利得 即营业外收入 有一些损失呢 即营业外支出 就会变成利润总额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利润总额 去扣减所得税费用 才会计算得到 净利润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企业 是所得税费用发生变化 它是仅仅影响净利润 并不影响营业利润 和利润总额的 所以它的级别不太一样 那么大家稍微留心一下 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 这笔分路呢 其实还不是特别完整 因为后续你学了所得税之后 就会发现 我们所得税费用呢 不但要考虑到我们税法当中产生的一个当期所得税 就是这边的一个应交所得税 更多的是要考虑我们会计上的一个地研所得税问题 那它可能是地研所的税资产 可能是地研所的税负债 所以这边做一个概要性的了解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更地占用税 那更地占用税呢 首先它并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进行核算 因为你必须先交了这个更地占用税 你才能够获得这个土地使用权 所以代方呢 走银行存款 那另外借方呢 看它用在哪里 那如果上面呢 要去造这样一个资产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记在资产的成本当中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已经把我们教材当中的一个应交税费内容呢 可以说给大家覆盖的相当完整了 那大家可能听完之后稍微有点晕 因为确实税总会比较多 那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有两个税呢 你要单独进行理解 一个呢 就是企业所得税 那企业所得税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一个是可以用负债类的科目 叫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那还有一个关键点呢 就是它会用到一个损益类的科目 叫做所得税费用 并且我们强调过 这个所得税费用呢 它仅仅影响近利润 不影响一页利润 也不影响利润总额 那接下去 还有一个税种 单独去 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增值税 那因为增值税呢 对于我们一般纳税 它是采用一种销下税额 减净下税额抵扣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在正常的情况下 它其实不会影响到 我们会计上的一个损益 也就是不会影响到 我们会计上的一个这个经历论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加来税 对吧 那接下去就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税费 其他税费它反映在哪里呢 那总体来说有两种情况 一个呢 是为了取得资产的过程当中 我所发生的一个必须之处 那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应该进入到我们资产的成本当中 那还有一类呢 就是我们在一些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也需要缴难的这样一种税 那它应该进入到随意当中 它就应该进税金基附加 所以税金基附加呢 它可以核算大部分我们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交税对我们利润的影响 但是它不核算两个税 一个就是企业所的税 一个呢 就是增值税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一部分的例年考题 那首先是一道2015年的单选题 它说假公司呢 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那问你 下来各项税费当中 应该进入假公司资产成本的是 A选项 进口商品交纳的关税 那关税这个问题呢 它在教材当中 其实没有特别的去进行说明 但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 之前给大家总结的一般的规律 来进行把握 就是你去进口这个商品 如果你不交关税 那它不能清关 它不能取得 所以它是属于我们取得商品的合理必要之处 那就应该记在我们资产的成本当中 所以A呢 应该选上的 那对于单选题 其实A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BCD 它错在哪里 那B呢 但是说为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车辆 应该交纳的车传税 那这个车传税呢 前面给大家描述过 它是属于财产税 就是因为你比较富有 有车 有船 所以那只要你拥有 每一个期间呢 都是需要去交这个车传税的 因此它应该是反映在 我们企业当中 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纳税 而导致的经济力流出 应该是记在税金及附加当中的 C选项 取得原材料时支付的增值税的 净项税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增值税的 一般纳税人 所以呢 它的净项税的通常情况下 是可以抵扣的 那么就不计入到资产的成本 递选项是作为办公用房的固定资产 缴纳的房产税 那房产税和车传税 我前面再一起讲 它也是属于财产税的一个范畴 因此呢 也是进入到税金及附加当中 应该选择的是A选项 那在15年考完到底之后呢 其实16年到19年 我们关于流动负债呢 它其实都是没有命题的 那接下来20年呢 有这样一道多选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下列各项 关于增值税 跨级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小规模纳税人 将自产的产品分配给股东 那视同销售户 去计算缴纳的一个增值税 进入到销售成本当中 我们自产的产品去分配给股东 确实要进行视同销售的 那我们说过 小规模纳税人 他应该怎么做账务处理呢 他只需要确认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就可以 和我们销售成本没有关系 所以呢 A不能选 再来看一下B选项 他说一般纳税人 构定的货物 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 其镜像税额呢 应该是进入到相关资产的成本 如果是用于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那我们知道 这个镜像税额呢 是不能够抵扣的 那不能够抵扣的一个直接做法 就是把它记录到相关的成本费用当中去 所以B选项是一个正确表达 是我们进销税额不予抵扣的一个问题 那C选项说 一般纳税人月中计算出当月应交或未交的一个增值税 在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科目进行合算 也就是我们说过 在月末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把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和这个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的做一个截转 甚至那个欲交增值税也是在月末要和未交增值税做一个截转 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截转流程的 C也是正确表达 再来看一下递选项 说一般纳税人核算使用解益计税方法 计算交纳的增值税 应该在应交税费 解益计税的明细科目当中进行核算 这个也是一个正确表达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他直接用的就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 他用解益计税呢 才会用到解益计税这样一个明细科目 这是20年的一道考题 再来看一下20年另外一道考题 那他考了一个增值税税控系统的专用设备 他说18年的1月1号 假公司呢 首先是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那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呢是300万元 增值税额呢是39万元 假公司将购买的增值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呢 是作为固定资产来进行核算和管理 当年呢 假公司既提增值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的折旧呢 是80万元 那还发生了技术维护费50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你这个下列的表述当中 有哪个是正确的 表述 A选项 发生的50万元技术维护费 进入到当期的管理费用 这个没有错 我们应该在发生的时候呢 借记管理费用 带及银行存款 那后去理解的时候 我们再去冲管理费用啊 但是发生的时候呢 是要记管理费用的没有问题 再来看B选项 说购买的增值税税控系统 专用设备支付的增值税额39万元 进入到当期的管理费用 这个呢是不正确的一个表达 我们当初怎么说的 说你出资购买的时候 按照你实际支付的价款 进入到固定资产成本当中 所以它第一笔分路是这样的 就是借方呢 应该是借记固定资产 金额就是我支付的总价款 既包含300万元 也包含我们专票上 著名的一个39万元的增值税额 那前面也给大家强调了 这个39万元呢 它是不能够进行抵扣的 因为按照我们税法的规定 它是要进行减免的 所以我们是把339呢 都记在固定资产当中 然后代方呢 去代记银行存款 那后续符合条件了 我们允许你减免的时候呢 借方应该是借应交税费 二级明系是应交增值税 那还有一个三级明系还记得吗 三级明系呢应该是减免税款 对吧 说过不能写净项税额要写减免税款 那这个金额呢就是339 然后代方呢 视为你节约了管理费用啊 从而会导致你得到了一个好处 你的利润总体来说是增加的 但是它会体现为节约的管理费用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账务处理 那B选项是错误表述 再来看C 它说购买增值税税空系统专用设备 支付的价款 及增值税额339万元呢 应该是进入到固定资产的成本当中 这个表述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这边写的第一笔分录 然后D选项 既提的80万元的折旧费 进入到当期的管理费用 这个也没有问题 它是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那固定资产的后续要提折旧 那这个税空系统呢 它是和我们管理有关的 所以进入到管理费用 应该选的是ACD 那接下来21年呢 也有一道相关的考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假公司呢 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那20年假公司发生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那第一个是初次购买 增值税的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那实际支付的价款呢 是200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表述 那应该是对应C学校 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 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 在增值税额 应纳税额中抵扣时 应当充减当期的管理费用 这个表述呢 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先把它记在 固定资产成本当中 那后续期间 我们应该是直接去充管理费用 所以C表述呢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资料 它说支付增值税 税控系统 技术维护费50万元 那支付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把它 确认为管理费用 那后续允许你 进行减免的时候 我们也是去充减管理费用 那这边写的是币选项 支付增值税 税控系统技术维护费 在增值税 应纳税额中抵扣时 应确认为营业收入 这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是充减管理费用 就是出资购买和技术维护 它最终的一个减免税的一个分路 都是一样的 就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代方的代计管理费用 那再来看第三个资料 交纳资源税100万元 那这个交纳的资源税呢 是在我们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发生的 所以应该进哪里 应该进的是税金 及附加 并不是进入到我们资产的生产成本当中 然后再来看第四个 交纳印花税这个80万元 那这个80万元的印花税呢 我们应该是把它进入到税金及附加当中 曾经在历史上很早很早以前 是进入到管理费用当中的 但现在我们已经改为 进入到税金及附加当中了 所以呢 大家要正确把握这样一个知识点 应该选择的是C选项